同样是黄金 叶片大咬的差别竟然这么大 不被很多朋友看好的黄金 把它养到极致 是什么样的 咱们先从几棵不同的黄金树上 去摘几个叶片 现在咱们看的就是刚才 刚刚摘下的几个黄金的叶片 上面这两个是正在放养当中 完全没有对它进行过控业的 然后这边的一个 是对它进行过两年左右的一个控业 然后这边最小的 已经对它进行控业五六年的一个时间 接下来咱们再拿一个鱼树的叶片 给它做一下对比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的直观一些 这是一个狼鱼的叶片 咱们看一下 这是控业五六年的一颗黄金的叶片 咱们对比一下 比这个狼鱼的叶片 是不是还要小了很多 把一个黄金养到极致 是什么样的 这一颗已经上盆 控养了七八年的一个时间 咱们继续拿这个狼鱼 近距离 整体给它做一下对比 咱们看一下 它大概有狼鱼的三分之一大小 那么究竟如何操作 才能使它过长的一个枝节变短 叶片变小呢 这一颗 从今年的春季开始 我就一直在对它进行这种 咱们看一下 打底 然后 在叶 通过这样的反复一个操作 来控制它枝节的一个变长 使它字盘变得越来越紧密 长得过长的字条 也要及时给它剪短 不用达到木制化 也是不要紧的 还有很重要的点 就是对它进行控肥控水 经常有朋友会问我 黄金怎么样给它进行施肥 我的回答是 黄金尽量不要给它施肥 为什么呢 黄金对肥料的需求并不高 它本来呢 就是一种非常耐着干旱和贫瘠的一种素种 我的很多黄金 养了将近十年 也从来没有给它上过肥 每年开花 什么孩子长是非常的健康旺盛 控水 我一般都是等到盆土干透 然后叶片出现 叶片出现一些轻微的 一些下垂的时间 再去给它浇水 是的 优优独 spontaneous 养优独 hippe给我 起 Calm